大家好 我是短暗 这次是新党的任务期 开荒期 我们要去森林 去一趟ZB014 路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捡一捡 把东西 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包里 任何东西都值钱 前期嘛 很多尤其是 藏人树的东西 建设藏人树的东西都很值钱 然后014里边是有一个干架的 要进去拿 他们会有人藏东西 因为一个的任务是让藏东西 水和干粮 掉了一个 掉了一个玩家 但是这里边好像发生过什么 具体发生过什么不太清楚 我XXX一万个人 满地人 很多都比较销魂 这里边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打掉那个玩家 身材挺肥 三个管状物 有人拿了 有人拿了 有人打了我的尖枪 死了 还好 死了死了死了 打掉了 前期很多这种任务点人确是多 然后老六也特别多 就比如怀表呀什么的 青铜怀表 那边人也特别多 CB014里边人也特别多 出来有个人 拿个喷子来蹲人 掉了 这里边有人 我胳膊又被人揍了 没掉 又不是两枪 走走走走走 以为掉了 偶偶掉了 这个新党的惯性还不太习惯 把那个vattle peak给取消了 现在 反正是越来越难受了吧 玩起来挺难受的 普通 官方 有官方的想法吧 我死了 我死了 这有个玩家还是玩家Skaw 队友被Skaw干掉了 他每天都跟Skaw打的有来有回的 一枪头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任务给做了吧 就是兴奋状态下 击杀Skaw 一条线就过来了 你们去森林的时候一定要去三连牌 那个防务场的三连牌 里边挺肥的 那个地方 基本上都要去看一眼的 某某衣服都是什么的